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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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青年就業部分呢 其實台灣年輕人找不到高薪嘛 但是各行各業是面臨缺工的問題 那這問題出在哪裡 出在員工的技能跟產業脫節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提出 要修改所謂的就業保險法 那成立了一個國家培訓的學院 然後呢 讓年輕人可以免費 學習相關的技能 在學習之後呢 希望月薪可以達到四萬人以上的薪水 那在高薪教育部分呢 其實當時談的是所謂的 翻轉技職人生 那當然呢 技職教育呢 我們稱為它有三部曲 而三部曲呢 就是要讓產學呢 可以確實的接軌 所以 談到最後呢 所謂的助教納寶的部分呢 不論是勞動型 或是學習型的監生助理 教育部應該去輔導 不管是公益或撕裂大登校園 來完成所謂的助教納寶的部分 所以每個人各得其所 產業界找到人做繁衍階級 也找到人做基層的勞力工作 那所以每個人各得其所 我們經濟就繁榮 就沒有所謂失業的問題 所以我們 我們反觀現在 57%的大學畢業生 只需要20%的白領階級 所以我們很明顯的發現 我們整個教育的結構 跟我們整個人力的結構 已經脫節了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告訴我們從教育著手 也許是解決的一個很大的方法 我們在高等教育 我們也強調 就是我們要把科技大學 跟一般大學區隔化 然後受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的規範 關於助教納寶的議題 那我想助教納寶就是 我們在學校工作的一些學生 那我想我們是要維護他的權益 所以納寶是一個很值得關心 也很值得去做的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不只要看到清免 還要看到後面的就業問題 我們要先談整個就業問題 再來談就是說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關注這個清免就業 那所以說這就整個核心方向來說 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要納入勞動基準 把一切的勞務行為 都要受到法律的規範 而且我們要把這個勞動行為提高 就是要把非典勞動給正規化 現在我們向內堅持 要不要納保的問題 炒了半天 那大家到底知道 我納入適用勞頓基準法 或者納入勞工保險 到底我應該得到的有哪些權利嗎 可能大家不是那麼清楚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沒有這方面的勞動法律知識 所以我們主張在從中學開始 在正規課程中 就應該要納入勞動教育課程 讓大家從打工開始就可以留點這些知識 第二不只是我們校內工作 我們現在有很多建教產學合作實習 其實有一些是沒有領薪水的 對不對 我們甚至還要付實習費 然後也可能也沒有勞健保 萬一發生的意外 沒有人負責 這些都必須要納入勞動法 再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青年就業裡面 有七成是在服務業裡面工作 所以我們覺得應該要對服務業實行做案件 再來 那個 納法的問題很簡單 第一 非除所謂學習技術助理 沒有這回事 一律都是不用心 一律適用勞動基準 第二 一些細節 學校應該跟校內的一些學生的勞選團體學章 包括公會 學生會 勞選小組等等 第三 這些勞健保費用 不是個別細手單位的問題 雇主是學校 所以應該有什麼效果 謝謝 謝謝 我們對於青年就業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主張 我特別提醒一下 就是說 我們其實會覺得說 就是現在的 我們就有個比較根本上的問題 就是說 到底如何去提升年輕人的 在職場上面的議價的能力 我們有大概三個比較具體的方案 比方說像青年初次的巡職經貼 再來就是說 推動訓用合一的訓練模式 其實概念很簡單就是說 未來希望政府有一些經貼上面補貼 然後讓年輕人可以到企業上去實行 大家可能利用暑假跟寒假時間 可以到企業裡面去實行 但前提是必須要符合勞動基準的規範 最後一個就是說 我們提出一個青年工作卡的這個制度 這個概念其實就是 比較是管理學上面的一個個案管理 就是說未來可能大家畢業之後呢 可能政府他有一個長期的追蹤 追蹤說未來你的薪資 或是你的就業狀況是怎麼樣 民意黨是支持教員助理應該要 鬧入勞基法的保障 而且我們也不認為說 現在學校這樣的做法 就是說把區分什麼的學習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是事實上 其實是想要歸避學校的責任 我在高職DL卻沒有去投入工作 為什麼呢 因為我發現到 我今天好像頂著一個高職的學歷出去 我好像找不到一個適合的工作 什麼叫適合的工作呢 至少是薪水相對的 是我可以讓我生存的工作 或者是勞動權利可以讓我覺得 非常的OK的一個工作 我相信現在大學生 高中生找不到工作 其實不是 其實最重要的其實不是工作沒人做 而是薪資過低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真的覺得也是不用說 大學生是草莓族或是怎樣 這是一個社會正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在談論高教政策的時候 我會很懷疑到 高教政策我們討論到的事情 到底是大學 我們討論到的族群到底是大學生 大學生裡面的誰 是普通大學的學生 還是技職院校的學生 因為這反映到現實的狀況 現實的狀況是我們的 我們的教育部現在在我們的政策方面上 我們只管贏見 我們只管輔助 輔助前端的學校 前端的學校千世民台天交成正中中中 然後其他的學校呢 其他學校改什麼班 可能就要自己想辦法找出路 而在這個時候這些學校 卻有可能就直接變成財團化的棋子 我們的教育部 在這個地方 卻只做了設計了正在進行的 就是大學退場 或者是根本也沒有在管 根本也沒有在管這件事情 包含今天講的助理納寶 教育部也說 不是我們責任要回到老公布去講 所以他們規避了這個責任之後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呢 他們讓這些勞動薪資的階級化 它其實就影響到校內 系所資源的分配 理工學院拿的資源 跟文學院拿的資源 會是一樣的嗎 理工學院的大樓 跟我們社會科學院的大樓 是一樣的嗎 要不要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國立成功大學的 我們社會科學院的大樓 其實最近才被提到說 是一個農家工程 不好意思 先在地點主席告一下線 對 然後 這樣的落差 其實會不斷的在校內裡面做擴大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在談高教育題 我們其實首先要反映到的是 你到底是怎麼樣看待 你在校園裡面的位置 跟你的位置 反映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你今天是個文學院學生 你是個理工學院學生 你看你的提示 你的條件就不一樣 你的條件其實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在討論政策方面 我們應該討論到應該是 第一 我們的國家產業發展 我們應該重新通盤檢討 我們今天要討論 我們今天要討論產業發展 我們只講高科技發展嗎 還是說 所有的產業包含了文社會科 包含文學院 包含 everything 它一定都有自己扎實的技術 文學院有自己的技術吧 然後跟它能夠提升的可能性 我們要先確定這一點 再來第二點 技職與高中的教育資源 應該是要均等的 因為技職跟高中 他們學習的科目 應該是要更加均衡 兼顧學科與技術 教育應該是認識世界的方法 它不是職業訓練所 也不是填壓師教育 技職的學生要透過學科認識社會 而且高中生也應該透過技能學習 找到他對來的方向 或者生活的技能 而最後我們要講的事情是 教育是一個均等化的東西 它的資源分配也應該是均等的 然後現在要談這個 青年就業和高等教育的問題 其實我是傾向把這兩件事情 放在一起談 也就是說我覺得這兩個議題 是非常緊密相關的 而且對目前台灣年輕人來說 是重要的 甚至是有教育的 也就是說 現在大部分台灣年輕人 對現代的高等教育 感到非常的慌慌 然後對未來的就業環境 感到非常的焦慮 那到底原因出在哪裡呢 然後我們要用假的方式 來面對這樣的問題 首先我認為喔 說台灣的青年 有一個普遍的現象 那個現象就在於貧窮化 相對的 相對貧窮 被認為說是要非常具有經濟的一個人 那具體上 我們又是沒有錢 又沒有經濟 這是貧窮的現象 好 這是台灣年輕人的現況 好 那對於一個政黨來說 那到底跟對現象的現象 我們要提出這樣的主張呢 那我現在提出一些我們的政策 跟一些想法 那 這是整體教育的環境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對於教育 要重新給它一個定義 我們認為的教育應該是 說它是一個國家長期培養 一個人才的計畫 也就是說 這個國家有各種領域的人才 所以理想上 教育要視財視性非常重要 讓每一個人能做自己 還能從事自己的有興趣的工作 換句話說不只是人文社會科學 理工科學 還有藝文啊 音樂啊 哲學 等等的領域 所以再往前推 到高中階段 我們主張高中要社區化 也就是說 國中升高中的階段 是不需要考試的 然後到了高中的科目裡面 應該是許多大學的相關的討論 讓高中升能普遍開始接觸到 大學之後有哪些科系 那如果是國家沒有錢 我們主張應該要更改這個稅子 讓整個教育經費擴充 然後去把學費上面 平均而言更低廉 比如說所有私立大學 應該像公立大學一樣 大學做為一種 每個人都能進去念大學的門檻 就是應該要降低他的門檻 那件事情 然後勞動權力方面 我們是主張 研究助理 甚至是實習生 只要有僱傭關係的存在 他就必須是勞動 所以應該是全面的納入老健保 那我想其實我們對外執生 都可以有納入健保的可能性 那陸生就把它當作外執生來看就好 我覺得就我個人而言來看 就是這個樣子 那至於外來的政黨展望的部分 我們在國民黨的未來 希望提出了三項改革原則 第一個是找回重建創黨精神做基礎 那第二個呢 要去改變國民黨的大老文化 要促進黨內民進化做一個 主要的人才培育的部分 那第三個呢 是最諷刺的是 雖然他現在寫了一本書叫民權出谷 但是我們現在改革 國民黨居然說 他要確立黨內民主的目標 那這樣才能找回失誤的民心 那首先針對陸生納寶的議題呢 那我們是認為就是 因為我們的健保 是算是社會福利的一部分 所以社會福利呢 應當就是由納稅人來享受 所以我們是反對陸生納寶 那未來的展望跟定位 事實上我想要跟大家談的就是 我們在教育政策 還有對陸氏族群的關心方面 因為事實上這兩個是我們一直很關心的議題 那我們對未來 我們是希望我們會在教育上面著力 我們會用心栽培我們的孩子 不管你要說是人權也好 股市價值也好 我們覺得只要是在台灣 跟我們必須要生活同一段時間的人 我們就覺得他應該納入健保 這就是應該要做的事情 這很簡單 你要說好說 然後主辦單位給了我們一個題目 就是對於2016的展望與定位 這個感覺很大 那我就把我們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的 五大公共證件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勞動問題 我們要有工作才有收入才能過 這是最重要的 可是這些到剛剛我們大概也都提過了 我就不再重複 平民要加薪 勞工有尊嚴 第二 我們剛剛講到要擴大公共支出 擴大公共服務 增加就業機會 現在大家中央政府跟各級地方政府都在喊沒錢 錢要哪裡 當然要加稅 要向財團加稅 財團要加稅 經濟要公平 打破向財團傾斜的經濟體制 檢討並重新分配產業獎勵集補貼 減少對財團不合理的租費簽名 打造在地合作永續公平的經濟模式 第三 現在財團的問題不只是他們不好好經營的本業 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都市還是在農村區域 都在草地底 擴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 所以第三點 我們要主張生態要 還有最近環境污染的問題 所以我們主張生態要永續 土地要正義 扭轉犧牲後代子孫的發展模式 修復生態環境 改善環境質 建立百年飾演的國旨計畫 廢族區斷正週二法 執行農地農業政策 落實土地正義 第四 現在一般家庭最大的負擔 也許可以歸解為三個方面 教育 醫療 住房 是不是 大概是這樣 我們剛剛也都 那醫療其實還有一個 現在還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 脫幼跟脫腦的問題 那所以說 這裡我們講的就是 老人小孩要照顧 退休年級到公平 脫育長照跟醫療 都必須公共化與普及化 任何人都能公平享用 年老之後 退休金必須要公平 要能夠支持生活所需之費用 最後是有關於權利得體 我就簡單的把它敘述一下 政治要公開透明 社會要多元平等 推動18歲公民權 這個很多代表都有提到 公民的參與監督不受限 讓政治不受金錢公司 推動多元性別主流化 反對歧視尊重差異 強化性別教育 確保跨性別之性別認同 及醫療權益 推動婚姻平等制度 謝謝大家 有關陸生大法的事情 基本上已經是 暴使開放的態度 回到講2016年的一個展望 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覺得說今年 明年的大選一個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進步勢力的國會要夥伴 在談到陸生納保的議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得來思考的一件事情是 到底在之前一段時間 其實有非常多的留言 跟非常多網路討論 都在提出 為什麼我要陸生納保 是不是會吃掉我們的資源 這些社會保險的東西 是不是應該就應該 讓納稅的人來擁有就好了 可是讓我們在面對的是 到底我們害怕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些討論 其實都在反應了一件事情是 就是因為我們一般的民眾 對於這些有限的健保資源 尤其是我們最近常常聽說 我們健保快破產了 我們快沒有健保可以使用的 而這些恐懼 跟所謂的板中跟空中的情節 可是當我們在談到 這個健保有限資源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 讓我們的健保 現在面臨到破產的危機 是因為要把外籍生納入 把陸生納入嗎 從來都不是這樣吧 問題應該是 台灣目前醫療體制的 這些財團化跟商業化的經驗 對於中生納保的是 基於人權的保障 我覺得所有外籍生都已經是同仁 中國人就是外國人 所以我們對於外籍生的福利到哪裡 對中國學生的福利到哪裡 所以我覺得這其實沒什麼好看的 然後再來是 時代力量對2016的展望和地位 其實我們自取為是一個關鍵的少數 因為我們很喜歡就是進步勢力嘛 所以我們進去之後 我們打算有可能會跟民進黨 在政策上做進合關係 然後針對於政策的討論 比較著墨所以政策的討論 然後政策贊成我們就支持 然後如果政策跟時代力量不一樣 然後我們就反對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 未來的時候我們就要怎麼這樣子 這是一部分 進到國會之後 因為我們並不是具有執政權的人 所以我們進到國會之後 還是在於人政黨 然後我們一定會跟執政的政權 具有進何關係 這是一定的 這個我想要請問這個 國民黨的代表這樣 這個12月22號 這個工資工作小組 基本工資工作小組 決定這個動漲工資這件事情 然後但是貴黨的主席呢 前幾天辯論會在說這個 要調漲這基本工資到3萬塊 那我想要請問這個 這個中間這個 這個轉折到底是什麼 然後這個 你們要怎麼達成 因為你們這四年代 這個調漲了15%的基本薪資 但是即便給你們8年 你們的基本工資 從現在只這麼沉 都不會沉到3萬塊 所以我想請問一件事 謝謝 請問國民黨的代表 就是你剛剛講說 要設一個什麼 國家的什麼訓練的學校 然後會給月薪40K 然後我很好奇 所以月薪40K 是要誰給 是要企業給 還是政府給 如果是要企業給 有企業願意給40K嗎 如果是政府給的話 那那個錢 對 那個編列的預算 就是一個問題 這樣 所以也是跟薪水分 你好 我想問一下國民黨的李唐之先生 就是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們要廢除大腦文化 然後要讓青年產政這一點對不對 就是要打破大腦文化 就是剛剛的第二節 對不對 那但是你們今天提出的 六位立委候選人 全部都是政二代 那關於這點 你要讓年輕人 如何相信你們 真的要廢除大腦文化 而不是讓大腦文化延續下去 就是對於青年參政這方面 也可以多做解釋 謝謝 好我想要請問民進黨的 傅瑋哲先生 因為就是 你們也有在講說 就是可能派遣啊 什麼這些的問題 但是我剛剛聽起來 我是覺得就是 那個說法有點空泛 那像國道收費人 他們其實這個也是有一個 他們對家爭取什麼年資的問題 那12月22號的時候 蔡英文當時也有承諾說 未來就是 就是如果民進黨執政 或是他這段時間 他會有一個回應 那我想要知道 在這方面 民進黨之後 也許會有什麼樣的作為 就是我想要問一下 那個國民黨 跟民進黨的那個代表 就是說 感覺因為現在就是 兩黨制的關係 所以說 通常學運政策就是 由國民黨跟民進黨 來做一個協商而已 但是我想要說的就是 你們會去支持說 就是 比如說改變 帶一起去兩票制 那讓整個國會 變成一個多黨的成態性 這樣 不好意思我想請問 我們人民民主政策 陣線的代表 就是你剛才有提到說 就是中國來台灣的人 他們可能覺得 台灣民主自由 就是可以說自己的話 這樣很好 但是 現在中國的官方 其實對台灣 是非常敵視的 而且他們在 不管在體育 或者是藝術方面 就是他們假如是站上台面 就是有跟官方在一起的人 他們都是 對台灣非常打壓的 那是不是應該等到中國 對我們釋出善心之後 我們才對他好一點這樣 一開始我只知道談 陸生納健保 還有就是助理納保 但是剛剛提到 我是就我之前 那時候發言的一些想法 跟大家做報告 那不過剛剛有提到 就是工資的問題呢 大概呢 我印象中沒記錯 我剛剛趕快查到資料的話呢 當時我們提出的證據是 希望修改四個條例 第一個是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第二個是就業保險法 第三個是證交法 第四個是所得稅法 那我們那時候為什麼可以說就是 培訓完之後 企業可以付到這一定的工資呢 是因為他們有個比例公式 就叫做企業抵稅員工加薪 就是把企業從你的稅金裡面去扣抵 然後把掃繳這些稅金裡面 挪到員工的薪資來 是這個部分 那時候企業會造成他們那個 對員工加薪是這樣的原因 那後來這四個版本呢 我印象中沒記錯的話 在九月份 因為這是大概七月中提出的政策 那在九月初 第八屆最後一個會期的時候呢 國民黨很有提案修法 那後來那個修法定徒就沒追蹤了 如果假設修法是有三途通過的話 那這個部分是可行的 就是關於那個薪資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談那個 你說的六位政二代應該指的是高雄吧 有高雄有雲零六就是嘉莉的 那其實我跟大家報告我 其實我也蠻納悶這個問題的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次的部分區名單呢 也有蠻多年輕人的 那為什麼不是那些年輕人在 是跟大家對話的 剛剛有位旅會者談到政策面向的問題 我覺得這牽涉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問題就是國家到底能幹什麼 大家不要以為國家什麼都能做 總統什麼都能做 其實沒有 其實在我們 我們有很多地方 我們這個事件的運作有很多東西 其實不是國家政治決定 而是市場決定 我們的法律保障私有財產權 某些法權觀念 比如說契約私有原則 那是國家法律甚至都很難去干涉介入 比如說在勞動的方面 因為勞動運動的抗爭 所以我們還爭取到有所謂的勞動精準 那是對於契約制有的一種反抗 不是說你老闆逼迫勞動定了什麼契約就是合法 我們要有一定的對決標準 可是在其他方面並不是什麼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呢 在國家對他們市場的這個過程中 我們我覺得 我們就是要重新換回國家的角色 換回公共的力量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像以前的執政法 為什麼他對於總體經濟調控能夠比較有效 建武士能夠 比如說可以有用 他那時候有比較多的政策工具 現在經濟越來越自由化 國家自己廢了武功 所以現在國家要做宏觀經濟調控 像台灣這樣的國家已經越來越沒有辦法 我們要重新換回這種宏觀調控的精神 雖然我用的是對岸的用語 可是我覺得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我們就是要對抗市場 剛剛有位同學講到門禁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放大來看 這是我們整個官民社會的問題 在這個我們這個資本主義的那個代議制度裡面 我們的政治設計了 比如說什麼樣的人可以有什麼樣的代表 進入了一定的行政立法體系裡面 等等等等有這些制度安排 他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有一些相對合理 可是經過我們的爭取 也許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一些代表 可是就像我們現在也有學生會 對不對 可是 對不起啊 我說的很直接 可是我們的學生代表 我們的學生會到底能發揮什麼作用 就好像我們 我們律社會 基本上是一個社會聯盟 我們這些社會 不管說我們未來能不能進入國會 或是我們在外面 我們能夠發揮什麼作用 這個還是要回到我們基層的組織結束的問題 不是單一民主就能夠解決一切 我就先回到上面 謝謝 那花一點時間來談 就是說 就是國道收費員的事情 我想要特別補充一下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對於就是派遣的 派遣的這個問題 民黨的立場 基本上我們認為 未來就是政府公務門的派遣的問題 應該要逐漸的減少 那 其實應該說政府就應該要回歸這個 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勞動使用其實要回歸到相關採購的法令違反 OK 好 謝謝 好 好我們來回應一下 其實我想要問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是 我們認為中國是敵國 好目前可能是這樣 可是那敵國的人民是人嗎 我覺得我們可能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那進入到台灣的人 他們是為什麼進入到台灣呢 這些人進來台灣 在台灣絕大多數就是結婚跟念書嘛 那結婚不用說 而且就是為了想要找一個比較好的生活 反派到台灣 那念書的人呢 能夠來台灣念書的人 是很頂尖的人嗎 其實不必啊 真正頂尖的人留在台灣 他們自己學生 自己的中國 念清華 念北大就好 跑來台灣幹嘛 有比較厲害嗎 真正好的人 他就去國外念書 去更好的國外念書 去美國 去英國念書就好 來台灣幹嘛 真正後來台灣的人 其實還是在 在中國的社會底層當中 其實還是某個程度 他在教育資源其實比較邊緣 比較落實的一群 比較 階級位置比較落實的一群 階級位置比較落實的一群 學生 那今天來到台灣之後 我們要怎麼面對他 我們要把他趕出去嗎 現在五十萬的陸配 跟將近一萬的陸生 如果我們把他當敵人的話 我們說好 你跟我回去 是這樣的處理方式嗎 可是如果無法的話 他們就在台灣 跟我們一起生活 我們要怎麼看待他們 我們要把他當作敵人 還是當朋友 我們來畫一個情境題 我知道其實中序有 非常多的陸生在 我相信你們班上 可能也有陸生 當你有陸生的同學的時候 你會對他說 你是敵人 你勾我回去 你會這樣對他說嗎 我覺得這些問題 我可能無法確切回答你的 能夠有個正確答案回答你 可能這就是我在思考 這個陸生在保育體當中 我會思考的方向 那我覺得這也蠻有趣的 我非常感謝這個同學 非常直接的質疑 我們提出這個問題 這也是我們在討論政策裡面 其實最在面對的一件事 沒有什麼政策 是最完美的 我覺得對我們民主陣線來講 我們所有的政策 都在不斷的調整跟討論當中 我們認為每一個政策 都應該要經過公開的討論跟對話 甚至是被質疑 只有透過質問的過程 我們才能夠知道 我們提出這個政策 更不該符合一般民眾的思想 跟一般民眾的需求 很重要的是 人民有沒有黨去提出你的問題 如果今天那位同學 聽到我前面的言論 他就覺得 你這個敵國的人跟我們回去 那時候 那我就不可能跟他反映一個對話 我不可能再更清楚的提到 跟他分享 我為什麼會覺得陸生大寶 對我來講 並不是一個敵國 單純敵國的問題 所以這次還是回到 你一般的人民 能不能夠對你在 看到這個政策之後 你有什麼疑問 而你有權力跟有膽量 去提問那些實證者 你覺得這個問題 就你的經驗 應該怎麼被解決 謝謝大家 這邊有聽到三個問題 一個是說 時代力量如何做為關鍵少數 第二個是會上級席 第三個是會不會支持一個建民 先講 如果做個關鍵少數 我們原本的盤算是說 時代力量加民進黨過半 所以民進黨要推任何法案之前 若是沒有 我們是過不了的 所以某種程度上 我們希望說 我們之後進去是 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 是一個 但現在看起來 有可能民進黨會 單獨過半 那單獨過半 我們當然也有提出 國會改革的幾個方向嗎 那我們提出兩個方向 一個是說 我們要修下修選法法 也就是說 過去我們看到 我們連續罷免 就是有去罷免 吳玉生啊 蔡振元啊 那都是失敗 尤其是吳玉生 被罷免兩次都在失敗 所以我們覺得 當立法委員不適任的時候 人民就有權力直接罷免他 所以我們進去會主張 下修罷免法 如果是 當人民覺得 如果實在地上立委做不好 大家就會發動罷免 這當然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是集體的 把整個 立委的職權和監督的機制放更大 然後交由人體公民來決定 然後第三個我們有提出 在國會改革 另外一個方向是說 我們希望有小黨的爭議權 那這個是超丹麥的制度 那丹麥的國會 當遇到爭議法案的時候 對他們來說爭議法案就是 一個法案有三分之一的議員 不同意 就可以把這個議案交由全民共同來決定 那我們希望能引進這樣的制度 然後在裡面爭取到說 當一個法案有爭議的時候 它並不是要大二分之一覺得有爭議 只要三分之一或是具有一定比例決定有爭議 就把這個法案直接交由全民的共同來決定 然後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是作為關鍵少數的精神就可以發揮 然後第二個是會上幾級 第二個是我自己評估啦 就是區域會上三級 然後不分區會上二到四級 所以加起來是五到七級 這樣 那自己會不會支持柯建宁呢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會看那時候 就是議長的候選的經歷 如果柯建宁是候選裡面最好的 那我們就支持他 答案是這樣 就是我想要先問一下那個台臉的李欣穎小姐 就是你剛剛提到說 那個健保的社會福利 就是沒有繳稅等不應該承擔 所以你一直是臉外其身的納保也要把它給刪除嘛 那如果不刪除的話 那為什麼入身不會納保 然後接下來我想要提問所有的政黨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支不支持把小黨的門檻下修 因為洩險五發似乎有點高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像我是公務務員子女 然後我的學費是我補助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補助是不合理的 那等你們以後進到國會後 願不願意去提案去修好這些不合理的補助呢 你們會做嗎 還是你們不敢合罪這些 謝謝 好謝謝你們 後面還有一位同學 那個各政黨代表 那我想要問一下就是各政黨 你們願不願意懲署養龍法案 然後在連結的方面 你們認為應該如何去改革 然後再來是五行家方面 剛剛有什麼處理 然後現在是面臨這個政治狀況 是政治裁判化 那在面對裁判和面對勞工的過程當中 你們要如何去裁判立場 謝謝 好謝謝 這邊還有你們 這個我想要請問這個民進黨 這個過去這個 執政門執政的時候 這個中科三期搶水的問題 那這就是說 這個當時這個副院長 這個貴黨的黨主席蔡英文的事 他打電話給這個官評委員施壓 他就說我們不要過這個官評 那我想要請問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相信這未來的 極可能是政黨又政黨 要怎麼來關心這個反進議題 然後要實際上這個 反進議題的政策又是什麼 這樣 那我想請問一下時代力量的 最後一些 因為你剛才提到說 爭議法案就把它交付公投 可是我們看到歷年來的幾次公投 他投票率真的都不夠 都每次的公投都是 以失敗告終 那請問你們在提出這個 爭議法案這個概念的時候 你們有考慮到這一點嗎 謝謝 好謝謝 來這邊 問一下人民民主的 就是他說到理學院跟文學院畢業之後 薪資是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是很合理 我們理學院不是那麼辛苦的話 我們一代出來的薪資應該比他們高吧 另外就是你們會說到理學院的 他們經費很可能比那些什麼 文學院高很多 那這個時間也是很合理吧 我們做一罐 聖課我們做一個實驗 一罐這樣子的 一個antibody已經要 已經要一萬塊了 所以我們怎麼可以跟文學院去比那個 謝謝 我想要問一下 那個 裕男跟社會民主黨的代表 就是你們講到那個禁止派遣 還有那個勞固關係 適用勞集法 還有提高基本工資 會不會太過於理想化 其實對於 因為我是學勞工關係的 就是相當覺得有一點過於理想化 就是有很多問題 沒有辦法 就是像勞集法其實沒有辦法一體適用 可以就是從工會方面 就是可能提升一下工會的力量來想 謝謝 那剛剛有一些 有幾位同學問到一些共同性的問題 就是問各黨的部分 包含就是小黨門檻下舟的部分 那我跟大家報告一 有特定法院看那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因為在立法院大概三年的助理 那舉個例子來說 現在立法院的規定是 三名委員就能成有一席黨團 那在法案經過協商的時候 那個黨人必須要牽制 那舉個例子來說 在這個會期上發生的是 發生一個案子是重複表決 提了四百多次的重複表決 就是為了杯葛某個意外 那如果假設這個小黨門檻下舟的話 那是不是基於民主的制度 那這個狀況會不會在立法院 惡性循環來找去 無法好好的意識 而是為了杯葛而意識呢 那第二個部分 是公務人員的補助可能的部分 我想對於公務人員的待遇好 希望他可以好好為了你做事 不要貪污 但是好默默的走樣 但是就是他第一的良善 因為我覺得一開始感覺是這樣 那包含年金改革的部分 我是覺得說 大家可以做想法都很好 因為其實年金改革的聯盟 曾經來拜會過副院長 那時候是我陪同的 那時候我們給他的回應是 選後大家一起坐下來 好好把年金改革的問題彈清楚 不要因為選舉為了選票 而產生民粹 謝謝 主席各位代表 還有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針對剛才同學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針對外籍生 要不要那健保 那事實上台年的主張跟陸生一樣 也就是我們希望外籍生跟陸生都一樣 因為健保是屬於社會福利 那只有納稅人才可以享用 所以呢 我們希望外籍生跟陸生 事實上他們是買商業保險 就是納入健保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針對說 有同學有問的就是 是不是我們這些代表 我們這些黨這些政黨 是不是真的可以為弱勢發生 真的可以照顧到弱勢學生 或者是其他學生的權利 的權益 那事實上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就是最近很熱門的一個廣電三法的修正 也就是台聯呢 他在最近通過了一個廣電三法 他主要的意涵是說 我們看電視 通常我們每一幕 一個月大概收五六百塊錢 但是他給你一百多台 但是我們實際上看到一百多台嗎 可能沒有 我們大部分我們看到的 都是我們習慣的二三十台 那所以呢 台聯在立法院裡面呢 力爭我們看電視應該是看多少 付多少 看比較多台的人付比較多的錢 看比較少台的人付比較少的錢 所以我們最近已經通過三讀通過 在未來六個月內呢 台聯爭取到 我們看電視可以用分組付費的原則 我們希望爭取到基本費是一百元 然後呢 其他你要多看多少 你再多說多少 這種分組付費的原則來 來修費 那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為了社會大作 我們可能得罪了一些既得利益者 OK 好 謝謝 關於勞動議題很廣泛流傳 可是沒有根據的一個說法 叫做所謂的先求有再求好 可是這麼多年來 我們這麼做的結果 就是我們越來越往下沉淪 對不對 剛剛都講的那麼多問題 所以我覺得很簡單 我們就是要反過反其道而起 要求好才會有 各位要往這個方向去想 剛剛講到了 剛剛講到了 這關於勞動的問題 我想我敢說沒有其他政黨 像我們綠黨社會民主黨 站的那麼硬 對不對 所以將來 即使我們在立法院裡面有息事 我們也絕對會少數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現狀只會更糟了 讀勞動系的同學一定知道 日本跟韓國勞動派遣是合法的 可是日本跟韓國一旦立法之後 勞動派遣的狀況就更放大更惡劣 你用法律去限制他是沒有用的 你立法相當程度就是等於承認他的 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能採的那麼硬 都不一定能夠擔住趨勢 如果比我們軟的話 一定只會更糟 就是這樣 現實就是這樣 剛剛講到工會的問題 工會這個問題很麻煩的就是 這個就是國家沒有辦法強迫接任的部分 我們能夠強迫老公主工會嗎 強迫組成的工會 能夠發揮作用嗎 沒有用啊 回到代議民主 任民有代表 那個代表就能夠發揮作用嗎 所以我還是要回到 我們的草根民主 夠不夠堅持的問題 謝謝 那剛剛有關提到說 對於政黨門檻的下學的這個問題 基本上民黨在上個會期的 會期剛剛結束嘛 上個會期的主張就是說我們基本上 我們是支持小黨可以在立法院發展 那所以我們對於政黨門檻 基本上是希望 可以從現在從5% 他就可以分配到席次 希望他可以下學到3% 這個目前好像 這個是目前民黨的主張 謝謝 我想要 我覺得這問題蠻有趣的 到底理學院是不是真的比較辛苦 其實我沒念過理學院 不過剛好我有一個女朋友 她是理學院畢業的 我女朋友她是念電子 高科技產業 她從家大電子所畢業之後 就跑去除非工作了 然後我後來跟她交往之後 我問她說那妳薪水多少錢 她說她薪水7萬多塊 加上年她那時候 我們30歲嘛 她那時候如果還有一些獎金什麼的話 她那年薪給到上海外 我就說那妳工作時間多少 工作時間好像發你到晚上10點 我說我作為一個社工 我的工時沒有比你短 我工作的東西也沒有比你差 可是我的薪水她就是三萬出頭 我對她說我現在跟她交往之後 她開始面對到 原來這次世界上 有一群人的薪水 是我的N倍 她的薪水是我的三倍以下 大家可以想看看嗎 她是真正要講 這個世界上少了一個工程師 跟少了一個社工 到底差在哪裡 少了一個社工 這個世界上的社工的存在價值 所以我其實就在幫政府查體股 可是少了一個工程師 但是工程師的工具就是在幫政府製造更多的產值 對 開始當時都很重要 可是真的少了一個工程師 更少了一個社工 當然覺得會對這個社會的影響力比較大 我不是要用這個來造成彼此之間的對比 我想要談的是 其實心思問 它就是一個根本階層化的東西 它把人從在念書的時候 到他找工作的時候 就徹徹底底分成兩個端 而我們沒有辦法在兩段之間看見彼此 這還是最大的困難 我還有時間可以講話 好 不好意思 那如果想要別的 其實我們剛剛所提到 不論是小黨能砍下去 或是法案 或者是政治裁判法 那些問題其實都是我們非常 覺得應該被討論跟支持的 而且我覺得小黨能砍下 像不單只是5%的問題 像現在不分區必須要在區域立委 提名實習才可以參選不分區 這問題很非常的大 在座的政黨 其實我們能夠被要求很大的榮幸 因為我們是唯一有這個黨票 對 第一個就是談公投法問題 我剛才拍寫光了講到說 其實我們是主張下修公投 我們來砍的啦 所以只講到選辦法 那你有提到說 公投的時候有可能 因為過去都沒有過嘛 那我們的想法是說 一是幾個議題綁在一起投 然後讓 因為體力綁在一起投 其實一個議題可能影響到的人 大概是數百萬 那如果幾個議題綁在一起投的話 影響到的人 比如說數千萬 數千萬 這這樣大家的投資還不一樣 然後第二個有可能是 跟選舉綁在一起 比如說九合一選舉啊 或是總統大選綁在一起投 這是一個方式 然後第二個我要特別提 那個下修小黨們砍這件事情 我們其實也是支持 下修小黨們砍 但其實我相當不同意 國民黨提出來是說 因為小黨多 所以可能會有背革意識的問題 因為我們必須要提到就是說 當然會有議事被背革 我們要仔細看那個議事 為什麼會背背革 比如說 過去民進黨不斷提出 不要修徵 不當反抗條例 還有修徵 不會改革 這是在背革這兩個事 不就是中國國民黨嗎 背革的上千次耶 所以背革意識 今天要看說 這個議案到底是對神有利 對神有害 是不是站在人民這邊 所以不要輕易講出 夢後人在背革意識 讓什麼議會空轉 這個其實我相當生氣 第三個 談到那個學校校務會的代表 我覺得學校裡所有的會議代表 包括戲學會 還有什麼戲務會議 都要有學生的代表 然後大學法制規定至少十分之一 但其實多數的學校 只是把人定成十分之一 因為我覺得學生即將 大學生即將就要出社會 形成 就是能夠直接行使公民權的人 雖然學生在大學裡面 其實就是公民 但是很多學生並沒有 被練習怎麼執行